对于大部分鱼类来说 鱼鳞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给鱼类提供保护 避免它们受到一些攻击 同时特殊的结构 还可以让鱼儿在游动的时候 减少摩擦 从而有更快的速度 另外 鱼肚部分的鳞片可以反光 可以起到伪装的作用 防止水底的水生动物发动攻击 并且可以阻止水体的流入或流出 保护鱼体鱼鳞对于鱼来说 是一种皮肤衍生物 本身是钙制的 而且通常是覆盖全身的 也有的只覆盖一部分 它的作用类似外骨骼 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 当它们遇到一些攻击性较强的鱼类时 即便受到攻击 也不容易受伤 不过对于体型较大的水生动物 鱼鳞的保护意义就小多了 减少摩擦鱼鳞不仅仅是 贴合在鱼体表面 自身的结构也十分特殊 和人们认为的光滑不同 它的表面具有一些凹孔 虽然它会产生额外的压叉阻力 但同时会降低摩擦阻力 最终能起到减阻的效果 可以让鱼儿更快地进行游动 从而有利于其捕食或逃脱天敌的追捕 天然伪装鱼独子部位的鳞片 可以反射和折射亮光 就像是镜子一样 生活在水底的凶猛水生动物看到后 会感到炫目 从而无法准确地找到目标的位置 这对于鱼类来说 也是天然的伪装 可以躲过一些危险 防水流失对于淡水鱼来说 由于渗透压的关系 水体会渗入到鱼体 鱼鳞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防止水流进入太快 将鱼儿胀死 同样的 海水中的鱼 体内的水会不断流出 鱼鳞则可以起到阻碍作用 对于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同样的 он时代